现在你们能看到有吗 我们关一下 有人进了 找了几秒 刚刚是电话响了 这里有人可以进来吗 你好 我们以前在文章里面就讲过那个故事 我们今天再重复一遍 是说这个古代有两个酋长 对吧 他们两个人在比论学问的时候 然后就是在说 这个 谁看谁说的数字大 一个酋长就说三 另外一个酋长就想了一下 有一个半天说你赢了 那他就赢了 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是一个笑话 出自那个加莫夫的 从一到无穷那一回事 这个笑话我们现在听起来就特别好笑 你说三就赢了 那我就多说一点 对吧 我说一千一万都行 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三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因为能处清楚三个就够了 我再处多 对我的意不大 您们听到声音会不会回应太大 我本来想在会议室 后面是会议室 在会议室 他那边都还没弄完 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了货币 就是货币无群量增长 就像我们的贵的人会说 你腰长万贵就很多钱了 那腰长万贵 现在车算起来好像只有八百来万 八百来万在大城市也就是买套房子 对吧 你还没有钱装修 那你贷款就好了 所以说你现在看起这个问题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碰到无穷大的一个货币 还有比较大数据 或者是计算机能力 这些东西就特别特别大 这要在我们生活的一个小数字的 跟他们相比起来 我们生活的一个很小的数字的那个社会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认知呢就达不到 我们想不到说我买了几百万 或者是买了就是我可以从零买到一个 两百万的房产的地方回去 我们今天上午说的 我们买了一个两百万的房产 然后我们赠几百万 几百万也会变成几千万 变成几个亿 这个事情就是跟那两个酋长一样 那这两个酋长都认为说 有三个就足够了 你看我有三个老婆 有三个孩子 如果孩子多了就说 那我有很多个孩子就可以了 大概也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对房产也是这样子 本来今天要说利息的事 后来就是离不留神 就有一个比较热的 我看我学弟们都在讨论 我说那就先说这个事 完 这事很大 好 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打了这个 是 放下来这么看 我们就说这个事 就有一个人说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就没法回应 你想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个粉丝在一起 就是我不是粉丝了 就还有我这些会员 我们要知道他们的问题我都回答不完 我没有理由去找一个 把事情搞错的人 我去跟他们也是去争论 这个争论不了 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上午我们说了一个200万的房产 他说你从零可以拿到一个200万的房产 然后这个人呢就说 当时就经过他的计算 就是这个事情不成立 对吧 然后我们再重新计算一下 就我们只能说清楚 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情 对 就是二是结果 我们对初学的人来讲 我们现在出小白篇在讲吧 就是说以前我们看我文章 那理论逻辑什么 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这个事情 毕竟对有一些人的理解能力 还是有影响 他理解不了 那我们现在就说 从小白开始讲 然后我们刚刚说这个 一个两个 我们拿到一个 他那个开篇的文章 我还得给你介绍一下前提 有些人不知道 他前提是说 我领首付一个房子要怎么样 我们现在所有的会员应该理解吧 我这个人是不要过领首付的 因为我们能借到钱呢 是我们向未来拿的钱 就我的未来我去拿钱 拿到现在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种金融世卫嘛 金融工具对吧 跟农民搬锄头 还是拿起销没有区别 对吧 我意思说你现在的人 要是能掌握了金融的工具 那就相当于原始人掌握了我 让我们这个物种胜出 就在其他物种中胜出了 那就是我们当初灰了火 那农业时代你可能灰了锄头 你能出炒 那你可能就比一般的人吃得饱 你的后代就严一些去了 那些不会用锄头的人 他用手去耗那个炒 他从中铺粮食 最后来他就都死绝了 而我们到了现在呢 我们就用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就是一种工具 跟十年前用智能手机一样 你用智能手机的人 那就是你想想这十年下来 你的知识储备量 和你认识的人 那就很多 你能接触的信息很多 如果一个人坚持用老年纪 他就是很落后啊 我们这时候说 你赚工资就是很落后 那我们就用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跟那个锄头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这么认识 我们还回回到原题 既然说我们现在 最基本的方法 我们能拿到这个钱 买到这个房产 就不会像卡夫那种 说我要零首付 因为零首付这个钱 是没有拿到的 而且它违背了现有的政策 对吧 人家要求你三成首付 你就要做三成首付 我们先借来的钱 是对未来借来的钱 就是我自己的钱 我是同样借来的 借来的我用来买房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做零首付 你要知道零首付 我们在划定边界的时候 就说没到手都不能花 没到手的钱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应该是犹太人说生意的标准 因为钱没有到 你就把它花了 那你就说 我未来也能赌成这个事 对吧 但是你赌不上 你就在任何一个环节 出任何一个问题 比方向政策 或者是说 你碰到的中介不对 你可能就出问题了 你一旦出了问题 你没有补充补偿 没有预备方案 比方说我现在说 我是一个有钱人 然后我就拿了 就什么 我拿了 我说我本就是有这笔钱 但我在做别的呢 或者是说我这个钱 现在很 现在不方便这么周软 你要去干了这事 我还能理解 但我也不会要这么做 就是没到手 先不能花这技术就好了 然后那个 他们要去做零首付那些人 就挺奇怪了 这里面有任何风险 他没有想过你的死活 他只想过他的死活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讨论 但这个思想本身就有问题 这两个不同的 一个思想 未来借钱 借了钱有去买房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金融的 就是一个金融的正常的逻辑 因为我现在没有能力 但我未来能力会很强 尤其我买的资产 我会更有钱 那我就可以拿个更多钱 来还上这些债务 至少可以 可以让这些债务停掉 但是这个 你去做那个什么 包屏膏袋这个事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而且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是炒房 这个就更 就是对我们不了解 或者是它真的就是无限了 因为我们从来不 我们只是对财富的追求的一种方式 而且就是我们从来不随便卖房子 所以我们不是炒房的 我们只是要积累财富 我们交整个客战 也就是要积累财富 那房产也好 金融供应也好 这都是一些工具 我们要利用它去做 所以我们意思是 投资是为了好好的生活 不应该为了投资贸易生活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你的工资你要留着自己用 你要保管家里生活 你有别的办法 通过其他工具赚钱 我们再去那个 我们先不要提问 我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这些提问就会乱 我们从这上一节来说 我们拿到了一个200万的房产以后 这里有34%是手续款 就70万 我们预计是拿100万嘛 100万有80万可以拿出来用 对吧 其实你要会用的话 90万你可以用 你自己来使用 这有多少细节 这80万就是这100万是什么钱 是先吸5本 对吧 本是不用还的 本我们可以让它停滞住 然后这先吸是多少钱呢 大概现在的刷卡费可能是1600 也就是说你100万有6000块钱是利息 这就是你的成本 这叫成本 这拿100万是6000块钱的成本 大家要计较想清楚 如果你要是通过工资赚100万 我觉得你这个大部分的人这是负责的 是吧 就是你存到100万的可能性 几乎为这种大部分的普通人 或者医生也没有机会拿到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简单处理 你可以拿到了 拿到之后呢 我们的利息只有6000 因为本金是没有什么的 就是暂时不还的嘛 那好 我们就开始往往后说 我们首付还有了 我们花个70来万 就6万首付 然后加点儿水费 可能70万 我们还留了40万左右 10万多一点 应该是作为未来的预付 这是我们房子 就可以正常地买回来了 对吧 你买回了一套 这套房是200万 上午不说嘛 一套200万的房带 4000块钱的月租 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当时怕转不过来 以后30年140万的话 30年是月供7000基 这里喊本喊稀的 因为它30年嘛 就月供7000基 这个现在可以算得出来 然后房租大概是4000 上午我问一下余大 他说他他的房子是租4000 我们就按4000少说一点 因为你可能有控制力的问题 你4000 你月供就差3000基 370基我们多说一点 你可能利息上浮 那就说我们以4000算 你的收付款要还6000 然后你的月供要贴股4000 1万 你持有一个200万房产的 总费用是1万 这里还包括一点点的那个 就是你这个有本金 你在那个房贷这一块 那我们就是按1万来算 一年下来就是12万 5年下来呢 大概最多是60万 最多是60万 这60万就是你持有200万房产的 所有成本 其他不能算成本 很多人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嘛 跟我说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回应他们 我们自己的会员的事儿 我们都做不完 他们很简单 他就说我这个房 反正他一段 我也算迷路了 我也没时间看他们的东西 但是他算得很大 我现在算就这么多 你们可以重新捕一下 说付款是先吸五本 当然那个本后来我们会解决 就是6000 就是你的手续费是6000 然后你现在 就我们还有很多种别的方式 这个是最被说辣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好了 这只是举个例子 这是先吸五本 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嘛 比较简单 不是最容易的 也比较好 说清楚 这时候我们一年就是1万 那我们看房价上涨 有人说房价 有人跟我说是 房价是从5万涨到7万 涨到2万 他也还是会的 我算不清楚 因为就是1加1不等于2 怎么论证 我不会 我会论证1加1等于2 但是你要想一下 我们现在从初学者开始说嘛 我不能教他 怎么样论证1加1等于2这个事儿 因为论证这个事儿可能 你大部分大学生也搞不定 对吧 我也不能教他微积分 一个小孩子过来 原来我教你微积分 这个坑人嘛 我现在就告诉他1加1等于2 我们就说2来就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一年下来的 总费用12万嘛 你留12万多一点 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一年的事情已经解决问题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 还有其他东西 我们房价大概是每年 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的增长 以深圳 尤其这些年有这个政策的问题 比大家每年都限一两套房子 四三套房子特别少出租的 所以我要大家 投资房产的主要问题嘛 帮我开工条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房租是稳步上涨的 从有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就说稳步上涨 那我们按百分之十 这个就忽略不计吧 这些是恒定的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利息支出 这个成本是恒定的嘛 如果你不用利息支出这1万 那你就得用什么来支出 你就是用生命来换这100万 大部分的生命是很不值钱的 因为你没有资产嘛 你不找到职员 你就打工 如果你赚 我们现在当时面上的 你赚5万的人 你能存1万 那你算不错 对吧 你10年不清晰 才能能涨到这点钱 但实际上可能涨不到 我们现在再往下说 房价是涨多少钱 能让你有利润 就房价是负利增加的时候 对吧 就说我们从一个200万的房产来计算 它每年涨25% 就是慢 我们先说深圳之前 深圳之前 当然是每年涨26 26就是今年100万 明年126万 大概是中国党的数损 三年是一倍 这是负利对吧 负利增长 就是什么样 三年涨一倍 大家可以算一下 一乘1.26 再乘1.26 再乘1.26 从三次翻一倍了 只要三年就翻倍 那三年你的成本是多少呢 就是你一年只有12万 三年就是36万 你房产从200万涨到200万 涨到400万 你多了200万利润 扣掉36万 你抓了160万 一个小白可以从理解的金融工具以后 清空的这些方法 你可以在短短的三年 就是过去的十年 那时候经济降速没有快 然后呢 它就可以轻松地赚到这160万 我们后面还没有再继续说 再发现发现很快 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子张对折的事 你折45次对子张到了月球 你要想再折一次会是产生什么效果 就是你只要对折一次 我们的子会从月球再回到地球 一次就够了 那就是后面的核糖效应 我们现在不讲那个 我们现在就说这个 经济降速以后 我们的预估可能就要降低 对吧 但是其实这个不用那么太降低 因为你还有货币增长的问题 除了你的实价 除了你的实际价格 就是经济增长 导致你的房价的真实价格上涨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货币的问题 刚才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面临的货币无穷增长 加上集团机和了加上大核具这些数据 我们现在就是过去那些球长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山路是很大了 因为我平时花钱 你想想你一天能花三万吗 这个怎么就有点难度了 你用正常生活 你说话三万都很难的一个人 你还要理解几百万 或者是几个亿的东西 它就是不在一个量级上 它理解不了也很正常 我们只是要解释清楚 我们把房子降速以后 加上每年百分之十五的增长 就是你今年看一套一百万的房产 明年变成了一百一十五万 这个涨幅并不大吧 我们仔细回忆一下 二线城市大部分都能够得到 就是至少会去的二线城都能够得到 百分之十五就是五年 你们也可以现在拿计算计算 一乘1.15乘1.15乘5是就够了 五年我们现在已经很保守了 五年涨了一个差异倍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投课航场 不是就耍耀证吗 对吧 核心城 优质城市 核心位置 加上住在住卖 这是一个划定的一个方向 我们是能够到这一点的 合同水 我们现在只说了十二个字 但是后面有五六四篇文章 做了严格的理论和这个推理 和逻辑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们现在 在这里没声音讲 我们就说 我们五年涨了百分之一百 五年我们支出多少 也就是六数吧 对吧 一年十二万嘛 这些利息是永远是恒定的 就是你要一开始不动这些东西 对吧 也就是前面的首部款六千 后面的是本来七千七 扣掉房租是三千七 我们多算一点 就四千 四千加六千就是一万 这十二万准变的 五年以后发现被也是 你还是挣了一百十万 不是 你还是挣了两百万 赚了两百万 这两百万呢 就是扣掉那六十万 就是挣了那么大了嘛 剪掉六十万以后 你赚多少钱 你还得赚到一百四 我们说五年 一个人经营好自己 我们最保守的估计 你五年也能赚到这么多钱 这是纯利用的 你要想一下 如果你要是不去动用金融工具 你就听那些人胡说八道 他就告诉你 你就努力工作啊 努力赚钱什么的 这个你觉得 你回想一下 你的十年前到今天 是不是真的赚到一百万 当然我相信在做的各位 肯定很多 但我们要看一个大的概率 所有人是不能做到 做不到 但所有按我们的 延格的按我们的操作方式 我们就能做 我们现在就要焦虑 我们不再在炒房 我们没有 我们只是在做财产 增值 保值和投资 就是我们继续获得财富的方式 我们刚刚说哪 就是说这个 我们抽下过去的十年 为什么我们敢认证说 房价十年能涨十倍 十年涨十倍 所以就正好是每年百分之二十六嘛 就说我一半的房价 一年涨百分之二十六 三年才好涨到了两万 一万对吧 一万房价涨到一倍 就是两万 再一个三年 那就是六万 三万变六万 再一个三年 六万变成九万 再一个三年 没有三万 这已经九年了嘛 这就是九年的时候 你的房价已经涨到了 我再回去 刚刚说数数了 就是说 一万变两万 两万变四万 四万变八万 这就是九年变成了八万 这就是每年涨百分之二十六的 就这么点啊 百分之二十 今天看房子一百万 明年是一百六万嘛 然后第十个年头 这八万再涨百分之二十六 是十万零一点 也就是说 你当年看到那种十五千万的房价 现在是十五万 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在增长 只要是每年涨百分之二十六 就可以了 这就是荷糖效应嘛 我们不讲过一个 之前的文章有讲过 一个荷糖 如果你荷叶每天放大一倍 对吧 三十天 覆盖 荷叶覆盖整个食堂 我们问 覆盖一半的时候 多长时间 大部分的回答会是说 十五千大 刚好一半吧 其实刚好不是 就是昨天 昨天就是 因为它每次放大一倍嘛 到昨天的时候 荷糖刚好被涨满一半 然后 也就是用了二十九天 荷糖才被覆盖了一半 但是第三十天的第一 就是一天 就可以把整个食堂覆盖完 你的财富量就这么倍增的 我们现在在最基础的地方 在教学 所以我们就一直要说的小 一点数 不都说大 一说大了 他们大家可能就更听不懂了 我们好了 现在可以说 我们一个 有什么招 起码就是说了 要送信可以再开一遍 所以说不说 大家都弄得很本质性荒荒的 就现在呢 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们现在这个逻辑大家 既然能听清楚 我们就说 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 你这人是个傻瓜 真的 他的文章有本来 就有点是我的意思 就说你这个意思是啥 你想想 我都严格的认证了 一加一 你看这明显的不是一吗 他大概就跟你这么认证了 是吧 我们说一加一 是等于二 我们都知道 那我当然认证不了 我们现在不交的事 就是一加一 他说是等于11 这我就狠狠了 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了 他把自己吓唬了 我也没办法 我想如果他受会员 就不至于啥到这个分上 我们只要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就好了 现在我们说第一次 你从零到拿到200万的房产 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吧 因为你可以同时做几条线嘛 泛衣这里有外衣的情况 你同时几条线 一个人拿一百万 你几条线也是很多的了 是吧 我们就只是按最小的量来 估算最高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 两百万三年或者五年 我们现在是把 就是经济降速嘛 我们必须考虑经济降速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降上五年 你五年以后 你就有个四百万的房产 对吧 你明显是个四百万的房产 四百万的房产 其中的两百万 你可以拿去贷款的百分之七十 就是经济贷 所以说我们当讲的 第二篇的时候会讲这个 上一篇是小白篇 你会讲这个 你要放工资的事 你通过经济贷 但你可以实际经营一个小公司嘛 或者你入股一个小公司 贷款就有百分之七十 这百分之七十 两百万的百分之七十 是一百四 对吧 是不是一百四 应该是 是吧 两百 一百四 一百四十万呢 你可以再买个四百万的房产 有人说 那你这个六 这里有个问题啊 就你这个五年下来 有六十万这个钱 哪里去了 对吧 哪里去了 你仔细想一想 你在从零的时候 你都可以让那 我们都有 就是我们也好 或者其实我们的会员也好 都有办法 让那八十万是停在那里的 死环息不完本 只有息没有本的问题 当你有房子 你的金融工具 可以使用的更多了 那让它六十万停止 这不是没有问题 这很容易 事实里面 我现在已经说的 已经太落股了 对吧 说多了 就不太好 我们要保护 就是要要我们这个账号 安全地一直运营下去 你这六十万 它停止住 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你拿那个百分之三十 再去处理一套房子 你就是五年后 我们保守 最保守估计 你五年以后 从一个零的人 你再去买四百 你的房子从两百万 涨到两百万吧 你再从 再用 这里的钱 再去买一套 我们现在说 都是最基础的超过 将来超过 当然要比这个还要 我说的一些 所谓的下人 是因为大家不理解 你理解就不下人了 你这时候 你就五个年头 你可以轻松的 拿到八百万的资产 八百万的资产 我们已经考虑了 经济降速 五年以后 因为现在阳哥的限购 导致房子进去 所以以后 我们老是有 一个人会比坏 那我们就说 我们有了一个八百万的房 我们八百万的房产 持有量 再五年以后 你的八百万房子 就涨到了一千六百万 我们说你两次 翻两倍 现不现实 这个事情就是 不需要争论的 因为我们前面 所有事情都这么做的 而且经济不会 降速不会 就是夹眼而止 夹眼而止 它不会突然间停下来 它只会慢慢降 而不会突然间停 所以我们可以预估 这两次上涨 能涨两倍这个事儿 涨两倍以后 你是多少钱 想一下 你说一个八百万 翻到一个 就是说我们从两百 从一月以后持有两百万 再涨 房产五年之内 我们持有四百万的房产 有房产长房子 然后经过拆分 那你就可以再买一套这个 再二十六百万 再过五年 你这个房产本身就一千六百万了 所以对保守估计 你可以再买个这么大的 那就是一千六加一千六 三千二百万 但是你就有很多说不话 那你也会降速嘛 除了经济降速 你可能操作 说话就主要很要稳妥了 但是你现在已经有 十年时间 你有持有三千两百万的房产了 即便是通胀有什么之类的 你要加上 你持有三千两百万房产的人 也不是个穷人 这个很容易 而且我们实际上的超弱速度 因为我们现在是 由我来帮大家指导的时候 我们说超弱速度 要比这个运气更快 你非什么要非 等到它涨一倍 你再去买房子呢 因为你这个房子涨一倍 你要买那个房子也涨一倍啊 所以这时候你应该加快速度 我就一直在说 我们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在安全的框架也内 我们就要对折的速度 那个核糖效应还 还是那个子的对折速度 就尽量快 这就可以了 大概我们先说这个事儿 所以说你要是 你要是愿意经营好自己 你可以从零到一 从一到无情大 这个无情大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 理解的无情大 你不能到计算机 或者到货币那个量 你可以推理一下 你回头再看一下 十年前的货币量有多少 所以我认为房价也是无情大的 财富也是无情大的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需要用力听我也听不着 是吗 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 今天这个事儿很麻烦 就是因为这种 就是你经常会跟这种人 我又没办法跟他们 面对面的去聊 因为他们聊这些话 他就带着贬疑 带着羞辱的词汇 我们就 就说医生我也没时间回应他 我们有这么多 我们有三千个会员 在等着我们学东西 我们去找人去吵架 这不对嘛 对吧 我们还是正常一点 我本来是要做这些东西的 这个是我们 这三小片子 这是我们书里的内容 你看到吗 你们能看到 算了 看不清楚 算了 我们说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微信 这是我们一些会员 给我们的一些 查完威力带 会有多少 威力带要说一下 威力带的事儿是 威力带是在微商银行 就是你只是显示负债 但是你想正常显示负债 我的负债也很大 我们显示负债是没有问题的 是因为你的流水 覆盖负债很多 我们一般要求你总的负债 就是你的流水 要超过总负债的 和债上位的负债 超过2.5倍 所以说你要是只贷款几万块钱 或者十几万 二十万 然后你的月薪就超过20万了 它是按房款计算的 你看你20万 如果你分析 20%的利息 那你可能每个月就是2万2 比方说 你原本贷债的话 就每月花2万2 这时候你只要有人 6万或者7万的月供 你这个负债是不可怕的 可怕的是 我说那些网贷不能随便点 刚好还有朋友 听我的课就说 你看我这个动作接待的 要不要用 这些不能用 这些因为你每点一次 你的征信会花 这就要查了一次征信 你查一次征信呢 我们现在的银行 大概是要么是 一个月四次 或者是半年八十是重要的 两个月四次 或者是半年八十 对 你去借贷的时候 你去借贷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两个月点了四次 因为你每次的小贷款 它都 虽然你不贷 它要查你是征信 这你就很吃亏了 尤其银行的征信总 会看着你 我们有两个征信房 一个是国家的 外面还有一个 那个人就获得一下 他看到你对小贷那么感兴趣 然后那么小的钱 你也想去碰 然后你征信又查很多次 他就不给你什么了 他就不敢给你贷款 因为觉得你很缺钱嘛 银行是要为了安全 可以有偿还能力 记住这就是我们要处理银行的 不一定也不要去冒险嘛 你名字都那些小贷 没有多少钱 你上面有刚刚说 谁说不定 不要想这种事 我们对于任何侥幸的事情 都不要做 我们要做那些确定的事情 就是我们投资是搭配 经济争争党得到确定的回报 我们只做确定的事情 这个世界有这么大 你这个房地产算那么大 你为什么要去找 那些不确定的东西呢 这是很吃亏的 不要有这种行为 只要我们知道它 有人查了 或者有人上了真信 坏了真信 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些事就好了 你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简单 你就做一个 这个微信就好了嘛 你就是这个维基带 如果你很小也没问题 你把它借出来 借出来 他那上面有理财 你买一买 买一买再把它借出来 你借两番次 他知道你有钱了 他知道你有偿还能力 他那个大数据会跟中你很快 你的额度就提上来了 今天这二十万 二十万的人很多 我之前文章里有个 还是在问哪里 我有回答过一次贷款的事儿 我有一个朋友的卡 是吧 只用了半年的经营就是七十五万 这个没有问题 那是在 你们可以翻之前的了 会员应该知道 我们就不要说那个名字 它就能出问题 我们现在说一块 已经二十分钟了 是吧 我们今天就回应一下 然后我明天再开始讲其他内容 这些我现在 我现在做数据的 这些东西还会给大家 但是现在很轻是吧 嗯 这些上面有时间节点 然后 就是你每个人的数据放在这里以后 会放在时间节点 定期提示你 前期因为这个技术一直跟不上 就达不到我心里的预期 就我说现在 量化交易什么的那些大数据 炒股之类的 类似他们的那种数据 但是他对我们这个不太 技术不太支持 我前期就是要多请几个人 要根据这些数据 跟大家去沟通 就是他要 就是等着他要提示你 应期提示 提示你要回复他 而这就是你 大家如果说有付费 不知道干嘛呢 其实就是有人做 比方我做数据 我住场地 然后还是说 由我来帮你做个 双圈圈的把控 加上我再有人帮你这个 提示你哪一步要怎么做 因为咱们这么说的东西 毕竟还是很少啊 还有很多方法 还有很多方法 我们没办法 这没办法 我今天已经是找了一个 没装修好的房间 来说了 大家要说 因为以后 之前我们教学到后期 我就说 咱家的时候就说 将来要用声音嘛 那我们用音频和视频 方便这么互动 前两天是我先讲 后半事要互动 本来今天就要互动了 因为回应他那个事情 所以那个 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反正我知道 一加一等二就是 但是他告诉我要 论证十一我论证不了 我也没有时间跟他去论 咱们这么多事情做了 就是你们不要被他吓到就好了 因为有的人可能还提出来 有的人可能就提媒体 我将来这些数据的 我们做了 我们下一天再聊 这个时间就先到这儿了 不要时间长了 大家很累 大家以后就都要买耳机啊 没什么好说的 你有什么提问都没有说的吗 哦这个是什么就是有 那我能做到 我们什么时候改变这个价格 这个就跟我当年那个 做微价一样嘛 我刚才是280的会员费嘛 我后来现在是2000多 本来涨3000多 是那个谁 是心上非要做活动 用费的降 我就降了 那时候差不多4000的降 所以这两天我改回去 那个会员费的事儿 除了改完会员费之外 我们这个可能要涨价 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这么测算 加上那个量也大 公共压力也大 所以可能 现在前期报名就是 这个给 就是买这个 就是不是最定制造 所以当时购房计划服务 我就算资讯费 就是资讯费 我会把所有的问题 跟大家解释清楚 让大家没有恐慌 因为那些人算的东西它不对 然后我们 那现在我们看到量货够的话 我们就是要 或者停掉 因为停掉又不好 因为有些人可能 我之前不知道有事儿 等你停掉了我就没有机会 这也不好 或者是可能是 还是要公共涨价的事情 来解决这个事儿 到我们正式开业以后 那是 在正硬式开业之前 一定要涨价了 就商量一下 还能不上 所以就也是没办法 所以大家要 互相 就是互相体验一下 好 那就先收到这儿 现在多少时间了 那可以了可以了 真的是可以了 大家都一直反而太长了累 所以我们明天再开始 再把这些其他数据 再解释一下 对 感谢观看